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间断地录制屋内的声音 并真的录到了一些奇怪的声响 不过录到的并不是脚步声 反而更像是从某个男人的猴头 发出了沙哑微弱的说话声 节目组现场顺向和逆向播放磁带 依旧没能搞清楚到底在说什么 本庄也和终界确认过 这座房子并不是凶宅 按照常人的思路考虑 这种时候应该怀疑终界是否隐瞒了真相 但在场的灵魂师提出了一个传信的角度 有没有可能是姚身边的人沾了诅咒 并把误会带给了她 由于本庄姚是走御女路线的新人 节目组担心这个话题进一步聊下去 会损害她的形象 便紧急叫停了录制 节目录制结束后 姚忘了小说家小田岛泰南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要收集恐怖故事 泰南解释说 因为恐怖故事容易热脉 但姚明白 小田岛泰南对恐怖故事的执着程度 已经超过了工作的需要 背后一定有什么引擎 同时他告诉泰南 自己已经从陆道声音的公寓搬出去 住进了男朋友的家 此前他非常害怕 变了男朋友来陪自己 男友住了一晚后 似乎看到了什么极度恐怖的东西 便要求他立刻搬走 同时姚注意到 最近男友的状态非常的奇怪 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瞒着他 小田岛泰南嗅到了灵异事件的线索 于是第二天找到了本庄姚的男友 在施工所工作的深夜遮夜 他向姚求婚了 为了寻找婚房 他托不动产中介介绍了一栋便宜的独栋别墅 一进到屋子内 哲也便感受到一股异样的气息 那天在看房时 哲也在客厅里看到了一位 怀抱着婴儿的白衣女子的怨铃 随后便逃了出来 太南请求哲也告诉他屋子的地质 哲也害怕诅咒进一步蔓延 断然拒绝了 不过诅咒并没有就此放过哲也和姚 晚上姚回到家中 哲也竟缩在厨房的地板上睡觉 似乎是不敢靠近卧室 哲也邀请姚去见他的母亲 这也意味着哲也要正式向他求婚了 正在高兴之际 忽然间 房间里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姚发现哲也似乎能听到那声音 哲也告诉姚自己去过凶宅的事情 并推测 那脚步声并不是从姚的住处发出的 而是被自己带回家的脏东西 言谈间 刚才还紧闭着的卧室门 不知被谁推开了 房间里的台灯自动亮了起来 哲也鼓起勇气走进房间里 房内并没有什么怨灵 正要离开房间时 那天出现在凶宅里的白衣女鬼 抱着婴儿走了进来 似乎要把灵胎交给哲也 哲也嘶声力竭地尖叫着 定神一看 白衣女鬼又变回了穿着白色上衣的女友姚 姚做了个怪梦 梦中 哲也带着她去见未来婆婆 哲也反复向姚确认 是否真的要嫁给她这样的一般人 姚笑着说 一人又不是什么多么高深的工作 何况她也没有很红 到了生子的家后 哲也暗响了门铃 但母亲并未来隐瞒 她便让姚在门口稍坐等候 在等待迄今 一股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 姚看见本应在屋内的哲也 出现在远处的公园里 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她 姚只当是自己看错了 转身走进屋内 刚一进到屋内 姚立刻看到了一位白衣女子鬼魅的身影 随后便被惊醒 此时 电视中正播报着一条骇人听闻的新闻 一位叫三乔英的失踪少女的尸体 被警察发现 这位女高中生 被歧视在灌满水泥的桶中 这个新闻和本剧的主线 完全没有关系 她影射的正是1988年 林奈水泥杀人案 这时 社长打来电话 给本庄妖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噩耗 生则哲也已经死在家中 10月22日 这是一个极不平静的夜晚 这一天 水上方会在兔子洞中 被真意的亡灵带走 而和和盛美 则教唆雄大杀死了母亲 而哲也的葬礼 也选在这一天举行 小天桃太郎 从哲也的单位 打听到了她的死讯 在葬礼的现场 她见到了徘徊在会场外 不知所措的本庄妖 那天晚上 哲也在家中见鬼后 便让姚搬出去 去朋友家住 小天桃告诉姚 哲也是为了寻找婚房 才遇到那栋凶宅的 这时 哲也的母亲 稻子 差人把姚叫过去 说是有要事告诉她 稻子不让所有前来 吊哑的人 看到哲也的遗用 但姚是哲也 生前最亲密的人 揭开棺木后 映入眼帘的是哲也 表情扭曲的面庞 顾脸是 试图让她恢复闭眼的状态 但无论尝试多少次 哲也又会变成 这副惊恐猙獰的模样 稻子说 哲也从她这里 继承了灵能力 拥有灵能力的人 有责任去 灵世冥界的事物 但哲也却因此 被活活折磨至死 几天后的某个雨夜 生家稻子 在熟睡中醒来 哲也的灵魂 坐在卧房外 表情痛苦 口中竭尽全力 想要发出什么声音 稻子试图听懂哲也的话 但怎么也听不清 她到底说了什么 不久后 哲也的灵体 无奈地消失了 哲也死后 稻子 瑶和泰南 平安无事地 度过了七年的时光 这七年里 泰南从未放弃过 寻找那栋凶宅 但凶宅的踪迹 就像被掩在了 迷雾里一般 了无痕迹 1995年1月17日 正是日本发生 板神大地震的当天 小田岛泰南 找到了本庄瑶 希望他能协助自己 对凶宅进行调查 瑶乔家思索后 答应了邀请 他不希望哲也 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 同时他明白 放任凶宅 继续作祟的话 还会有更多 无辜的人受害 回到家里 瑶整理 与哲也相关的物件 奇怪的是 早已寄送给小田岛泰南的 那盘磁带 不知为何出现在了家里 当天夜里 瑶梦到哲也去看房时的心境 在梦中 他再次看到了那个白衣女鬼 第二天白天 瑶赶去道子家 并把磁带交给道子 希望他能加入调查 道子因为觉得不吉利 把哲也的遗物全部烧光了 在听说瑶诉说理由后 最终还是答应帮他 执行通灵仪式 道子使用通灵术 试图与儿子进行沟通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 凶宅的位置 悠悠风翻动地图侧 一只惨白的手 指着地图的一角 道子缓缓转过头 想要看清那只手的主人 哲也的灵体忽然出现 力声打断了通灵仪式 道子明白 是哲也救了自己一命 但那只白手 依然在地图上 留下了胶着的痕迹 那正是猫屋的所在地 姚按照地图 找到了凶宅 此时住在屋内的 是上载人士的 灰天信念 和美丽的太太景子 姚抵达时 与出门去家庭餐馆 和牵制优惠的信念 擦身而过 在路过大屋时 姚看到二楼的窗户处 隐隐浮现 一个白衣女子的身影 那正是她和哲也 见过的那位幽灵 2月4日的夜晚 小田岛泰南 为新发表的灵异小说 举办了见面会 姚来到现场 原本是打算 把自己进来遭遇的 两次危险 告诉泰南 也警示她放弃调查 但泰南的经纪人 已经查到了 一条很有力的线索 一位大号为M的犯人 声称她知道 那栋凶宅的位置 小田岛泰南 兴奋地向书民 宣布了这个消息 姚却大声警告她 千万不要靠近那栋房子 不过一个月后 泰南还是前去见了M M的名字 在正片中并没有公开 不过根据叙述他的犯行 可以确定 这个角色是以 宫崎勤为原型设计的 M代表的就是宫崎 宮崎 宫崎于1988年至1989年 于东京和其遇 先后绑架杀害了 其名女童 甚至还犯下了 大量凌辱尸体的恶毒行为 尽管医学鉴定显示 宫崎勤患了多重人格 10NP等严重的精神问题 考虑到其社会影响之恶劣 法院最终还是判处了死刑 由于警方在他的屋内 搜出大量AC基因相关的作品 和假面骑士等特色片 虽然这些作品都是绘制的虚构人物 并没有对实际的人类造成伤害 但日本社会普遍认定 宫崎勤的御宅主标签 是他犯行的重要原因 日本动漫产业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不过剧中M杀害的女童 均为虚构角色 加上作案和缉拿时间点存在出入 可以确定这个角色仅仅是对宫崎勤的影射 M问了小田道泰南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喜欢收集恐怖故事 泰南出生不久后 母亲就去世了 之后父亲又在他年幼时离奇死亡 确切的说是失踪 不久后 姐姐也撒手人寰 直至本剧结束时 泰南自己都说不清楚为什么 但我猜想 他或许是想要追寻 是什么力量在操弄生死 而他又为什么幸运的 以及不幸的毒火于世 M和泰南一样也喜欢收集恐怖故事 不过他并不写作 而是在报纸上看到事件后 便会到当地实地调查 在那些事件中 有一栋奇怪的房子 频繁的发生死亡事件 而登上了媒体 M已经不记得那栋凶宅的位置 只记得曾经 有一位男性在内里监禁 并侵害了一位女子 强迫起怀孕产子 后来 警方在屋内找到了女子的尸体 但婴儿却消失不见了 泰南隐约记得 自己似乎见过这则新闻 但脑中似乎有一股力量 阻止他回想起来具体发生了什么 第二天 泰南前去图书馆搜寻新闻资料 这一天 正经东京的曾祺桂一案东窗事发 泰南在图书馆中遇到了同样前来调查凶宅案 相关资料的尤安军将 如有和和盛美的声势 尤安查询到了一系列 让人不安的报道 曾经经过那间屋子的水上方会和冰藤真衣失踪 而与他一同进入屋子的女学生的母亲 被高中班主任奸杀 当然 还有泰南一直在找了那则的旧吻 那起发生在1952年的 一起害人听闻的女子监禁案 根据报道上显示的地址 泰南和尤安赶往了凶宅案发现场 此时媒体记者和警务人员 因为灰田家的灭蒙惨案 正将建筑宅邸围的水泄不通 亲眼看到房子的瞬间 小田岛泰南乘风的回忆被逐渐唤醒 3月20日 一起震惊世界的凶案 东京地铁杀令毒气事件发生 彻底冲断了公众 对灰田家惨案的关注 这一天 泰南把本庄姚 请到了尤安所在的儿童保护机构 并把尤安保管的郡叔的画像 交给姚边人 尤安告诉两人 郡叔的母亲圣妹 已经不知所踪 他对于当初没有强制收留郡叔 追悔末期 同时他并不相信那种房子 会给住户降下诅咒的说法 一直沉默的泰南突然开口 说出了一个冲击性的事实 那栋宅底 正是他五岁之前的住处 而除他以外的家人 确实都死了 姚告诉两人 自己在那栋宅底 见到了除去灰田夫妇外的第三人 他仍注意到 这栋房子有一个不合逻辑的地方 通常兄宅 并不会在内部制造如此害人听闻的凶案 而是会避开公众的注意 以求可持续的发展 不过纵使这起案件如此害人 在东京地铁杀林毒气事件发生的当下 社会一定会很快遗忘掉凶案的事情 接下来又会有住户不断地住进去 发生新的惨案 宇安对凶宅诅咒的事情并不以为然 但他坚持一定要找到审美 他相信再这么放人不管 审美身边一定会发生不幸的事情 为了进入被警方封锁的凶宅 小田岛泰南找到了负责征办此案的高班警官 并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他 1952年的监禁案发生八年后 父亲带着泰南和姐姐搬到了书宅居住 可后来姐姐一夜离其死亡 亲戚们都将之解释为病死 泰南却在报纸上查到了姐姐一夜 在屋内失踪的报道 高班警官同意带他到案发现场进行调查 之所以答应泰南的离奇要求 是因为警方也察觉到 这种屋子不及的气息 一些到过现场的警员 时常梦到这种凶物 而高班警官偶尔也会不自主地忘记呼吸 就在两岸四处查看时 一阵打碎玻璃的声音传来 但只有泰南能听到这声音 他猛地记起诱识在屋内的见闻 于是立刻冲上二楼 在开启房门的一瞬间 时空发生扭曲 走向二楼的高板 察觉到身后有人走过 那正是水上方会和冰藤真烟的亡灵 而在二楼 开启房门的泰南回到了1960年的时空中 紧接着 壁橱里传来女孩的哭声 推开壁橱门 泰南看到了1988年 躲在壁橱中哭泣的呵呵圣美 顺着圣美的视线 他往向壁橱上方的空间 内里什么都没有 但就在圣美发出尖叫的一瞬间 高班警官拍了拍泰南的肩膀 把他换回了现实 回过城市 衣橱里的圣美已经消失不见 里面堆满了灰田家的器物 而天花板上方的隔板 则像是和空间挠包固定在一起似的 文字不动 当天晚上 友恩均将把重双九美的照片 交给了小田岛泰南 小田岛认出照片中的人 就是白天在衣橱里见到的女学生 友恩经过反复询问 终于打听到了圣美的消息 三人忙活了一晚上 终于在外国人的聚居区 找到了圣美的住处 友恩在房间里看到了 大量被随意丢弃的安全套 而泰南则在浴缸里 发现了早已僵硬的桂木雄大的尸体 另一边 高班警官找到了经手这栋房厂的 左左墨不动产公司的社长 了解了这栋房子的旧历史 原来1952年的监禁案的犯人 叫沙田阳 是屋主的儿子 其父母长期在海外生活 沙田阳入住这栋宅邸后 突然狂性大发 并监禁了一位陌生女性 按照事件的痕迹 这位女性应该是生下了腹中的胎儿 但孩子却不知所终 更蹊跷的是 那名女性杀害了沙田阳后才死掉的 八年后 小田岛泰南的父亲带着儿女 一同来到左左墨不动产看房 那时的东京房价高起 父亲只为捡到了便宜的房子 而感到高兴 关于太男的姐姐一夜失踪 由于当天屋子的玻璃打碎了 警方因此怀疑一夜是被外来闯入者绑架了 至于父亲莫名其妙的失踪 警方也没有任何的头绪 这次调查还留下了一个疑问 大部分进入屋子的人都遭遇到了作祟 为什么左左墨老板至今依然平安无事 当天稍晚些时候 警方发现凶宅的玻璃 像1960年那样被打碎了 现场地板上摆满了一位女性 遭受侵犯的派利德照片 小田岛和有案辨认出照片中的人 就是盛美 同时警方在避除上方 发现了一个只能从上方空间开启的密室 太男和警方一同进入了阁楼密室 判定这里应该就是沙田阳囚禁女性的地方 一股极度不安焦躁的情绪来袭 太男试图阻止高板进一步深入探索 一瞬间 阁楼下方又变成了1960年的时空 太男看到小时候自己和姐姐一夜 爬入了阁楼的空间里 一夜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个飞升状态的存在 并称其为母亲 太男却觉得 那个白衣鬼魂并不是母亲 步步后退的太男 从空洞处跌回了衣橱里 白衣女子突然抱着婴儿探下头来 把婴儿交给了小太男 并对她发出了一个难以理解的指令 一起埋 小太男抱着婴儿逃到了一楼 那婴儿在哭泣时 把嘴巴拉长到极不自然的程度 吓得太男将墙包扔在地上 突然 一阵中午敲击玻璃的声音传来 一个浑身漆黑的人形灵体 用顿气将玻璃打碎闯了进来 然后抱走了那个婴儿 受到惊吓的太男昏倒在地 从此丧失了相关的记忆 而后 时空回放结束 有案叫醒了澄清在回忆里的太男 他看着眼前的碎玻璃 不禁陷入了城市 1960年打碎玻璃的人 和1995年打碎玻璃的人 会是同一个人吗 针对猫屋凶宅的调查 再度陷入停滞 这期间 日本发生了大量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 逐渐掩盖掉那些猎奇新闻的关怀 两年后 一队新婚夫妻 看中这栋房屋的低价 搬了进来 夫妻中提出购买这套凶宅的 正是丈夫助教永座 即便知晓生宅的重重黑历史 不信邪的永座 还是一咬牙买下了这栋绝尸鬼屋 不过 说完全不在意一定是骗人的 永座的决定遭到遭遭的人不少质疑 也有人以关心为名义劝他放弃 但一想到自己作为大男人 却只能让妻子住在出租公寓里 永座依然没有听见任何劝阻 好在妻子这次 是个温柔贤惠的好太太 对丈夫的决定 给予了全盘支持 正是半入新家当天 在安装调试电视机时 以此新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三天前失踪了一位少年的头颅 被人发现在一所中学的门口 安装光人一时看得入神 日子不悦地关掉了电视 这才让他们收回心思 这时 猪脚家的门铃被暗响 两人正是小田倒泰兰 泰兰说明自己曾是这里的住户 并有事相告后 被猪脚夫妇请进了屋内 然而泰兰刚讲完自己幼年时的惭剧后 猪脚变大发的一听赶走了他 临行前 泰兰留下了一张名片 希望太太质子有需要时联系他 不过 质子对此却感到非常的意外 在他看来 永坐是个非常温柔的男人 他不知道的是 永坐的意志力 已经逐渐被大物的诅咒所侵蚀 另外 两人还注意到 看方是明明整个屋子的墙面 已经被打理得干干净净 但此时厨房的隔墙上 却隐约有令人不安的印记浮现出来 当天夜里 质子太太做了个噩梦 梦中 他变成了另一个女人 质子惊醒后 只听到屋内传来了清晰的猫叫声 来到一楼 电视声播放着1988年 本庄瑶和小田道太能的访谈 紧接着 质子看到了1995年 在庭院里埋伏的真奇皈依 在大物意识的控制下 质子看到的并不是训练年的杀人凶手 至于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剧情并没有交代 不过按照他对皈依说辛苦了来看 他眼中看到的极有可能是以为搬家 或是维修工人 于是质子把真奇皈依请进的屋内 并为他准备了泡面 楼上的猪脚永座被猫叫声惊醒 来到一楼的永座 惊奇地看到正在洗碗的质子 和刚吃完泡面准备离开的皈依 在看到永座的瞬间 皈依露出了极其惊恐的表情 仓荒逃离了猪脚家 永座本想追上前去 却在楼梯处看到了吊死的灰天信念 而从幻觉中回过神来的猪脚质子 则看到了倒在厨房处的灰天金子 幻觉消散后 夫妻二人立刻翻出了小田岛泰南的名片 并与他取得了联系 小田岛泰南请到了本庄瑶和生子道子 一同来到兄宅 协助猪脚夫妇处理作祟的事情 不过道子本身并没有驱魔能力 他们做的只有与灵体进行沟通 然而试图跨越生死界限是极其危险的事 必须要有人陪护这孕妇 这个人选不能是男性 于是这个任务被指派给了本庄瑶 道子带着猪脚泳坐小田岛泰南 在阁楼进行通灵 仪式开始后 1952年的绑架范沙田阳突然出现在了屋内 他骑在猪脚质子的身上 试图杀害他 然而一瞬间 整个时空发生扭曲 质子变成了1952年 被绑架的那名女性 他突然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夺过沙田阳手中的刀 划开了沙田阳的脖子 而后便一瘸一拐地消失在了房间里 猪脚质子并没有受到伤害 但还是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 猪脚泳坐却像是变了个人似的 本该陪着名棚妻子的他 却提出要先把客人送走 再去医院 大屋外 小田岛太能透过绿化带的孔洞 看着猪脚泳坐 猪脚泳坐突然变成了他的父亲 小田岛根基 1960年的小田岛根基 和1997年的猪脚泳坐 奇妙般的同步了 他们一同走出凶宅 然后在一阵强烈的 时空扰动的能量干涉下 小田岛根基和猪脚泳坐 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只留下少量冒着娇烟的漆黑痕迹 阁楼里 彻底被诅咒上脑的声测盗子 执着地追问着黑暗中 没有现身的灵体到底想要什么 那灵体用沙氧的声音 重复着一句奇怪的指令 一起埋 盗子刚想追问灵体 是否已被埋在了屋子里是 阁楼的隔板突然被掀开了 1960年的小田岛一夜爬进阁楼 并呼唤着母亲 走向了白银女子的灵体 然而盗子转过生时 看到的并不是白银女子 而是一个身体扭曲 面色蜡黄的女鬼 真一瘸一拐地走向她 在极度惊恐中 生则盗子猝死于阁楼内 最终 谜团的盖子被再次合上 小田岛和本庄 只得回到原本的生活中去 小田岛将之后的见闻 写成了下一本著作 在此期间 高班警官再次拜访了小田岛 并问了她一个问题 在争取皈依 杀害争取牵制的案件中 附部被塞入电话的几个细节 并未向社会披露 但泰兰却在小说中 写出了这件事 他想知道泰兰 是如何获得这个情报的 泰兰告诉高班警官 自己是几个案情 通过想象创作的故事 他并不是既是作者 而是虚幻小说家 泰兰推测 自己多次进出鬼屋 居然人无恙 大概是因为那院里 希望他能将鬼屋的故事 传播出去 高班警官希望小田岛 能帮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犯人会把电话 塞进孕妇的肚子里 泰兰猜测 可能是为了把诅咒封印起来 临别前 高班看了看厨房里的助手小姐 他已经和小田岛泰兰结婚登记 高班问了一个问题 泰兰是否有孩子 泰兰摇了摇头 他只觉得自己触犯了禁忌 硬干回去后 医院里 有完军将探望 还在昏迷中的重松郡树 本该失去意识的郡树 从喉管中发出难以辨认的声音 那是郡树发给他最后的警告 赶紧逃 中站里 本庄瑶挖开了一个坑 称则盗子的灵魂在一旁 嘲笑着他无用的行为 随着尘土掩埋住磁带 盗子的灵体的声音 也消失在了院子里 就在准备离开时 瑶突然听到婴儿的啼哭声 从地底传来 随后 那声音又从自己的背包里传来 腰打开背包 里面并没有任何异样 就在他放心 以为自己已经安全时 沙天羊的鬼魂 突然从后方扑了过来 抓住了他 咒院诅咒之下的故事 与此突兀完结 本剧作为Netflix 偷拍的六集网剧 故事前期仅有和和盛美 和本庄瑶两条线时 理解起来非常的容易 但后三集登场的出角 蒸奇和辉田三对夫妇 以及1952和1960年的时间线 还有莫名凭空消失的三人 让整个故事理解难度陡增 在开始树立本作的剧情 解答一点前 还是让我们先来个中场休息 聊一些简单的幕后故事吧 中国原篇的观众都知道 本剧中插入了 大量与主线无关的事件 指向日本社会的 众多真实存在的惨案 譬如猪角志子班家时 电视中播放的这则新闻 指的正式被简称为 少年A的酒鬼墙微圣斗事件 第三事件的受害人 少年A于1997年2月 协计两名神货室的小学女童 不过并未能杀死受害人 令人愤怒的是 即便受害人家长提出 要求少年A的学校 提供学生的照片 以供女儿病人凶手 却遭到了拒绝 而后少年A又于3月和5月 分别杀害了一名女童和一名男童 并将第三事件的男童的头颅 抛弃在了学校门口 后两起案件的死者 不仅被少年A分尸 并在尸体刻下X字母 还被在口中塞入了 送给警方的挑战性 6月时 少年A再次以酒鬼墙微圣斗的署名 向媒体发出挑战性函 真正要犯下多起罪行 虽然警方通过调查 抓捕了少年A 但经过精神禁地 少年A仅被送入少年感化院 接受治疗 并用2004年成年后出院 回归了正常的生活 2015年 少年A更以原少年A的名义 出版了自传 还将自传和毫无诚意的致歉性 借给了受害人的家属 虽然不少媒体 不遗余力地追查少年A的下落 并披露了他的现状和照片 而日本也在2001年 修改了少年法 降低了形色借听的年龄 这件事依然让不少人 对日本的法治感到极度的失望 法律制度的漏洞 并不是制造杀人犯的源头 但却比杀人犯的行为 更让人感到绝望 诅咒之家的概念 是以真实事件为基准 创作恐怖故事 本剧中大部分角色 都死于活人之手 这就使得本剧 大部分的灵异事件 在刨除灵异要素后 依然可以成立 而这也是本剧 所要极力传达的理念 真实社会本身就是一个 巨大的诅咒之家 充满了无解的残悔 上期我所解读的残悔 就是一幅在日本 近现代史上的恐怖故事 而诅咒之家 显然受到了残悔的影响 男主角小田岛泰南 和女主角本庄摇了 角色的设置 明显复制了残悔中 作家小松和普通人九宝的关系 扮演小田岛泰南的 荒川凉凉 是日本影视界的金牌绿叶 本片是他含有的一番主演 我对他印象最深的角色 被夺走的松子的一生中的理发师 倒不是因为他在这部片中的表现有多出彩 而是松子因为长期记忆模糊 而逐渐把他幻想了帅气无比的段落 而扮演本庄摇的黑岛节菜 在日本的知名度极高 甚至还祝愿过成见举行潮澎湃 我最喜欢的他的作品 是对不起新春中 透明感十足的女校GK 而本剧中 其实并不是他第一次出演咒怨系列 这世界奇妙物与固定导演 洛赫正姓指导的重启版周园中 黑岛节菜搭档对不起新春的共演 特林德尔林赖 出演了其中的一个篇章 不过这一版质量整体粗略 完全对不上以左左幕戏为首的超画画演员阵容 在幕后班底方面 网剧版并没能请到原班人马 但还是尽可能比照录像带版的班底 请来了一批大咖 导演方面并没有请到清水虫 而是新锐导演三寨唱 国内观众接触过的他的作品 最主要的是在平遥电影节 展映过的文艺即时电影 惠子凝世 虽然本剧后期仓促是尾 但在试听语言叙事风格的方面 依然展现出了导演强烈的倾诉欲 配乐方面 录像带版的配乐 由死魂曲的格力卢物制作 而网剧版就请来了为死魂曲2 打造游戏配乐的配导帮名 不过配导帮名最知名的 还是世界奇妙物语的主题配乐 而剧版方面当然不让得 由制片人依赖隆重 联合周院前四部的坚守人 高桥扬轻力打造 作为网剧 本作完全抛弃了电影版的构成形式 不再将故事划分为若干人物章节 虽然形式和内容上极力创新 但其实第一次观看本剧时 我的观感很差 片中凶宅的院落 玄关和壁橱的设置 与周院中的大物相似度极高 除夕周院原作的老粉 很难不因此提高对本篇恐怖度的期待值 然而影片在恐怖桥段上的禁术 相比于原作实在是拉不出手 大量的桥段模仿原作 不少角色死亡段落 也显得极为潦草仓促 不过作为一个经典IP 观众本身就期望在剧中 看到加一子俊雄的脑面孔 本作剧情和原作完全独立 为了满足观众 而加塞大量的旧根满足情怀 可能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只可惜这些情怀要素并没有为本剧带来多大的热度 反而是拖了后腿 不过这种不适感 还是来源于观众对本剧的期待 和剧作表达方向的错位 周院系列不仅有着各种经典恐怖形象 还有独树仪式的恐怖桥段 如果抱着对恐怖感的期待来观看玩具 自然会觉得它一无是处 但依赖龙众和高桥原非常清楚 在时代条件下 要再造周院那样的恐怖经典已经非常的困难了 所以诅咒之家完全切换了赛道 将重心放在了周院原本就关注过的家庭关系 这一隐藏的内核上 竟然引落大量现实犯罪事件 使悬疑要素大大盖过灵异恐怖 而悬疑类型影视的一大乐趣 就在于反复咀嚼其中的谜题 并试图寻找答案 本剧得以在周院IP和清水虫口碑双双下行的情况下 为周院系列开发出了新的可能性 但也因为剧版的重点变更 这次我们不再能找到类似经典四部曲中 以嘉宜子和俊雄为固定班底的明确作祟如体 剧中的诅咒变得更加的抽象虚无 更像是松哉本身衍生出来的意识 虽然依然有一个反复出现的白衣女鬼 但到剧戏结束时 这位白衣女鬼的身份也没有得到交代 目前唯一可知的是 白衣女子应该就是最后一季的这两位女性 因为她们的连衣裙都是翻领加胸扣排扣的设计 至于为什么其中一个看上去差别那么大 我会在后续解释 白衣女子生前被沙田阳强暴后受孕 在反杀沙田阳病分娩后 因不明原因死在屋内 死后 她的灵魂在灵胎分别托付给了和和盛美 和五岁的小田岛泰男 让他们把孩子埋掉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白衣女子分娩后孩子消失了 剧中给过白衣女子足部沾满泥土的特写 与在后院挖克埋尸这一行为有着直接联系 白衣女鬼一直发出一起埋的指令 在剧中 埋葬意味着封印诅咒 在征集签之案中 泰男提出将电话放入腹部 或许是为了将什么东西盖上盖子 可能也是指的想将电话 沾染到的怨念给封入自己体内 照此推测 白衣女子希望能有人帮助她埋掉婴儿 封印邪碎 如此一来 看上去白衣女子并不是什么邪灵 但如果提出这个推论的话 另一个问题就会产生 为什么身色遮掩 看到白衣女子会如此害怕 其实最后一集也给出了隐晦的答案 本剧中有多个角色身上栖息着怨念 而特定让人能看到缠绕他们的污秽 朱娇永座身上的怨念 只有争奇归一会看到 而白衣女子身上的怨念 则可以同时被小田岛泰南 生泽道子和生泽泽叶看到 小田岛泰南小时候和姐姐一同看到阁楼女子时 姐姐认为对方是妈妈 泰南却认为不是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在一夜眼中 对方只是个白衣飘飘的普通女子 甚至是1952年还在被囚禁期间的生泽状态 但泰南眼中她却是个极度害人的腐化怨灵 久也和盗子因为相同的血脉 同样也能看到这股怨念 这个腐朽态的女鬼 只有可能代表的是白衣女子的分裂体 在沙天阳绑架案中 白衣女子一直无力反抗暴行 直到临盆前才反杀沙天阳 也就有了解释 由于此时她体内的怨念已经孵化成形 所以才爆发出足以反制的强大力量 只是受到这股力量牵托 女子在分裂而完后 灵魂被永远束缚在屋内 然而大巫不断发生的凶暗 只是在反复固化诅咒 白衣女鬼代表了执念 而扶酒的太子代表了怨恨 按照这个理论来推想 就可以理解小田岛泰南在大截局提出的一个问题 通常说来 凶斋如果希望持续作祟 那就一定要隐匿自己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这个凶宅要一再制造 害人听闻的案件 引发事件对自己的关注 我们可以推测 凶宅里的某一股势力 是希望脱离束缚的 不过遗憾的是 由于日本社会平凡的各类大事件 反复掩盖掉热度 譬如灰田和蒸奇家产案后发生的第二天 日本就被松本沙林毒气事件震惊 这件事也逐渐不了了之 接下来要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 白衣女子就是本庄谣吗 影片第一集和最后一集都给出线索 来引导观众往这个方向思考 不过我们稍微翻看一下片尾的演员表 就会发现 白衣女子有固定演员 通常来说 周圆系列如果要掩藏一个鬼魂的身份 就会用黑影 不露脸等形式来误导观众 而不是直接换一个演员来表演 沙田阳在最后绑架摇 其实和剧场版佐伯刚雄杀害人柯里加类似 都只是怨灵让受害人体验他们的同款痛苦 至于有人推论泰南的母亲是白衣女子 理由是一夜把白衣女子认成的母亲 这更是无稽之谈 因为一夜消失是在1960年 泰南才5岁 而母亲是在生下泰南后死的 所以根本不可能是死在1952年的绑架案的受害人 至于一夜为什么会把白衣女子看成自己的母亲 这就要涉及到本篇最烧脑 最复杂的一个表现手法 同步体 最后一集 主角质子夜里梦到 淋盆前的白衣女子 而后白天在家中遇鬼时 质子的存在又被白衣女子覆盖了 这是第一对同步体 实际上质子和白衣女子真正的第一次同步出现 是在争取皈依与夜埋尸时 观众看到的是白衣女子的鬼魂 但皈依看到的却是质子 实际上 1997年的日子 被大宅的诅咒影响 看到屋外的是1995年埋尸的皈依 但她的视野里并不是皈依 而是在家里帮忙搬家的工人 在女鬼的影响下 把皈依请进屋内吃面 在她看来是作为房主 照顾工人的待客之道 但实质上是皈依帮白衣女子埋尸后 白衣女子对她的答谢 第二对是和和盛美和黑衣女子 小田岛泰南幼年时 曾目睹一个黑衣敲碎家中的玻璃门 闯入屋内抱走了英灵 而和和盛美消失前 敲碎玻璃时 直接给了一组剪剂 让我们去把黑衣和盛美联系起来 不过这两个人的发型完全不同 黑衣女子的长发 到达叶下的位置 并且行动上看 完全是个活生生的人 而不像是剧中的女鬼一样 行动迟缓僵硬 如果硬要解释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黑衣 比起为另一个世界线上 长发的和和盛美 第三对同步体是猪脚永座和小田岛根基 这两位男性展现出了非常奇怪的 行动一致的特征 在不同的时间线上 一同走出屋外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化作一缕青烟消失掉 关于两人的消失 我想不少人都会联想到 他们所处的位置 因为某种不明原因成为了时空的撞击点 而他们所谓的消失 是被时空的裂隙所吞噬 两人所站的位置留下的焦黑的污渍 类似血肉的红色物质 加上画面大幅度的震动 证明此地发生了大规模的能量反应 而鬼魂通常又被解读为一种能量或是电波 所以我们也依然可以把他们的死 看作是被大物的怨念吞噬 就用诅咒之家 故事跨度超过了45年 设计人物纷繁复杂 相信不少观众看到现在 已经对故事感到有一些混乱 那么接下来 我将会将对故事的一些疑点的整理 以及时间线数 全部以文本的形式放到评论区 请大家记得查看评论区的长笔记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还请务必帮我多多长按点赞三连